詢詞方面我們先看幾個文獻 然後再引申來講 人知性惡其善者毅也 這個解文先好 人生出來是性傾向於惡 為何會善呢? 是因為人為人質後天 將這句字拆開 今人知性生而有好利言 信事故爭奪生而持樣忘言 生而有直惡言 信事故殘渣生而忠信忘言 即是我們現在觀察人性 有些生出來很喜歡貪念 順著貪念的方面就會爭奪 於是就沒有了持樣 信事殘渣生 殘賊 互相逼害或耗勇鬥狠 而忠信忘言 生而有耳目之辱 我們生出來有一種感觀耳目 於是就好聲色言 信事故淫亂生而禮儀 互相逢亡 意思就是容易傾向於 傾向於犯超過他的氛圍 即他本身是下屬的 他可能偷偷一些上司的東西 亂理就沒有了一種秩序 而歸於暴 最後社會就變了暴亂 於是他提出來很簡單 故必將以施法之化 禮義之道 然後出於禮讓 合於民利 施和法 這兩個字 這個施本身就是 以利為施 後來韓非用這個方式 這個施其實是指先王 先王就是以前的偉大的謠信 我們要效法 法就指那種法令 就是說你要這種方式裏面 遵從一個社會定的律法 這樣的教法 而行禮而知道 於是大家就會有一種 慈讓的表現 合於民利 這個民利是指一種社會的秩序 民者和理是指那些玉石 指有一種規律 於是社會就有秩序 上面的合於犯分亂利 就是容易傾向於要順著的民意 而歸於智 於是社會評定 用此觀之 這個結論 就是由於這樣的結論 人之性惡名以其善者危也 在conclusion 人生出來人性本身是有惡傾向的 如果沒有施法之化 或者施法之正 他自己的辯論 在這裏面 這個辯論裏面 人之性惡 則禮義互生 他自己是有一種反問 挺critical的 順次 有人問 這個設想的問者 就說 人生出來的性惡 為何又會禮義 惡生 這個讀惡 字 哪裏產生 從何處產生 應知 就是他借答 好像兩個人客觀的討論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危 其實禮義的東西 禮義當然是儒家所說的 要正禮 即是所謂禮的意思是一種 所謂港義的典章制度 不只是禮貌那麼簡單 即是我們必須要合乎禮義 初步解釋 生於是由於聖人的人為後天的教化 非故生於人之聖也 禮義的東西 禮義的東西 並不是由人性所謂具有的 這樣很合理吧 沒理由我們出生就懂禮貌 懂得謙讓 懂得關心人的 孤兔人言直以為器 好像那些做逃棄的工人方面 而言直以為堆堆這些塗土 或者是黏泥的方面作為一個器皿 然則犧牲於圖人之危也 最後成為一個器皿 是人為這個圖人 即是這個工匠方面的手工人為 故非犧牲於人之聖 不是人性本身而有的 故工人近目而成器 即是說一個工人的方面 因為將木陷阜而成為器皿 亦是生於工人之危 而故非生於聖 即是他很漂亮 文字又有些沉氣 但來說條理很清楚 多看一個 好了 這就是再解釋一下 人為何會做好人 聖善 向聖的方面向好一點 聖人積屍類集藝故 即是聖人的那些仙王堯迅 這些 魚湯文武的那些 職責他的思慮 即是不斷反省 怎樣怎樣才是合理的東西 集藝故即是人為 即是人的社會文化 簡單說就是Nurture 在這個社會文化裡面 慢慢慢慢找到他的基礎 這個集藝故即是這樣 找到他的基礎 以生禮義而起法道 法道就是那些 律法等等的東西 就是這些聖人所建立的 然則禮義法道者 是生於聖人之危 非故生於人之聖 其實是重複 虐乎木好色 耳好聽好禮心好禮 體肤骨體肤理好如日 時界生於人之情聖 明白嗎 即是用回我們之前說Nature 和Nurture的說法就是 我們木好色 這些都是生物本能 這個孫子大概都不懂 這些我們生物演化論 或者一些叫基因學說 為什麼我們會好色 即是喜歡美男美女 是因為優生 美男美女有些角色 例如皮膚比較漂亮 通常我們為什麼重視皮膚 皮膚是一種健康的象徵 所以白人為什麼會吸引一些 或者金頭髮會吸引一些 是因為它淺色如果有病 是很容易看到出來 所以黑人很多的民族所說 黑人因為他有病 可能膚色會染斃了 因此不是最好的雜負的條件 當然這個說法可以有偏差的 黑人喜歡黑人的可能是這樣 好了這個木耗式耳耗聽 我喜歡聽美美的聲音 聲音是有和言的 有些和諧的聲音 令我感覺舒服的 雙子大概是不會說這些問題 但是耳耗聽是因為我們本身 對一些穴耳的東西有一種愛好 口好味 這個就是優生 例如我們喜歡吃甜的東西 不喜歡吃苦的東西 很有趣的地方 年輕的時候 好像你們這些年紀 是不太喜歡吃苦瓜的 不免得投票 有沒有和我喜歡吃苦瓜 可能會有 但是比例很少 但是到40歲50歲以後的人 差不多喜歡吃苦瓜 因為他的未來對苦的方面 某些衰退了 吃苦瓜的時候沒有年輕人 或者小朋友那麼喜歡吃苦的 特別是小朋友 7歲以下毫不例外 都不喜歡吃苦瓜 因為苦代表著沒有卡路里 另一方面苦本身是代表一種毒性 所以小朋友的方面 是自然與生俱來不喜歡吃苦 甜是什麼?甜是卡路里 以前的人不會說我們overweight 因此來講 就是多喜歡吃甜 令到我們多一些熱能方面 作為離生 這個好吃就是有這樣的傾向 所以我們喜歡吃肉 多於吃蔬菜 當然有些人不是吧 但是以生物發展來說 肉的蛋白質是有利於我們的體能發展 你吃幾根菜是不及幾個盎司的肉的能量的 心好利 好利是一種eugenic 就是優生 多點利益的方面 好像現代人一樣 我們多點錢 看醫生也可以看名醫 所以那個好利是很多利生等等等等 於是他的說法裏面就是最重要這幾句 你立論的時候 聖人是積思累襲毅故 令到我們有法律 說完這句 說完這句 很快樂 耐心一點 孟子 因為他是後遇孟子六十年 其實他又不是太好撕批孟子 當時他就說他又不可撕批孟子 他在這句話說 他現在孟子說人之聖善 無辯合乎厭 在而言之 起而不可撕 將而不可施行 起不可 孟智說人性善是沒有變合扶驗,沒有經驗力支持 在而行之,起而不可切 起而不可切,當一體行動時,你就沒有辦法提供 將而不可施行,將的意思是引申出去,將開展 繼續在生活上,你會發現不行,豈不過沈而在,他的錯覺何以如此嚴重 故聖善則去聖王,如果你是聖善的話,就不需要聖王 不需要好的遙信、語湯、文武等等教化我們 適禮義,就將禮義方面都平息,不用學 聖善則於聖王,貴禮義,故隱闊之生為久木也,莫誠之喜為不值也,立君相明禮義 這個意思是甚麼?這個應該讀隱閘,我不是記得 有沒有知道這個隱閘?我沒有查到字 故隱闊之生為久木也,為甚麼? 久木其實是那些久幾,或者我這不是久幾 是一些木是很直的,怎樣可以令到它有一個這樣的 好像一尺的量度,去製造那些隱閘的工具、木具這些東西 為甚麼能做呢?就是因為我們用了這個九木 九木的意思就是不值的木去量度它 乘墨之喜無為不值,因為我們有不值行 就要做個圈,然後用成的墨,成是一個圈,墨是甚麼? 是一個點,就是要量度的,那成是甚麼?就是畫圓圈 中間畫一個短的圈是有一個圓周的,那方面要畫直線 這些東西是因為我們有不值 立君相明禮義為性惡,為甚麼要立君相? 明禮義是因為我們人生而性惡,用始觀之言則人之性惡 以其善者毅日又重複 所有善行是後天的 後面那裡不說了 後面有些其他東西 這裡暫時不要管 對聖的方面 他有個說法 聖者天之就也不可不可事 聖的東西是與生俱來的 到此為止 這個有機會再說 孫子的性惡論有什麼問題?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雖然我們傾向人生出來是性惡 但是如果用他的說法裡面 人之聖善是怎樣? 人之聖善是因為聖人職屍內集慰故 沒有產生什麼問題 試試在聖室內可以 很簡單 第一個評論 孫子裡會出現了一個很出名的問題 可以嗎?快點 後天應揚 聖人非人 這幾個都好 聖人的方面怎麼發生? 這裡就開始麻煩了 聖人是生出來好人 如果有人生出好人 為什麼後來沒有人生出好人? 聖惡運比較合常理 有些人生出好人 有壞人 為什麼後來會對社會有益? 因為他們做的事 例如他們互相尊重 有誠信 這些會推廣社會的穩定性 社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叫 組織化 你試試這樣想 我們為什麼要守信用 不要管一個人有沒有獨特 守信用 例如你付了500元的售貨員 麻煩你我買了100元 你賺回400元 那受保護員走到櫃桌 裡面繞幾個圈 突然他回來說 我沒有收過你的錢 那怎麼辦? 那你就在那裡叫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 以後我們都不敢相信人 我們一定是按著錢 你給了貨給我 然後拿出400元出來 然後一二三一放手 他就拿出來了 如果這樣不互信 社會裡面就很危險 因此性惡 一個人性惡當是暴亂 或者好色 或者貪財等等 所謂壞的事情 那這種形態下面 有什麼問題? 他總是會讓社會 叫做disorganization 例如你走出街 見到人就打兩下 因為我大隻 又沒有人制裁我 好像周處除三害 他一直都很好打 又沒有人 沒有這樣說他 就是為什麼你是打人 就不用告 他打人又要告 這種是令到社會裡面 有職怨的 會產生不公平的感覺 所以剛才說過 妒忌和公平要求 是一體兩面 社會時辭 我們都要求法律平等 就是你判這樣的例子 就要這樣 要Consistency Consistency 本身就是法律 或者是人類生活裡面 過得自己過得人 這個說法裡面 是最簡單的直覺道德 不需要有什麼修養的人 就是你騙我 是不對的 但是你騙人得什麼 你發覺就是 你如果騙人就得 被人騙就不行 那樣子 就會覺得你不公義 公義是由公平提升 成為一個社會更高的規範 這是現代社會 講文明的事 裡面就是我們要行為的方面 不可以干涉別人 互相尊重這些 是使得社會穩定下來的 好了 接著就是即使來習近平 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麻煩 但是 但是話得說回來 孫子的說法似乎是合理一些 就是人生出來是性惡的 性惡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我們好日烏魯 我們會容易妒忌 你試試用回剛才的表方面 這些就是生活本能 就是與生俱樂的東西 不是後天的 這些後天是社會行為表現 這些行為表現有時候 未必一定是善的 這個沒有討論 例如攻擊本能 攻擊本能 你見過男生小學的時候 有時候都很容易打架 當然現在就不容易 一來大家都文明一點 另一方面 打架會被人罰 會罰留堂 會站出班房 所以你的攻擊本能 你鼓鼓聲 怒得很好 對方是插了你的腳 或者接觸你便宜的方面 你的攻擊本能都要壓抑下去 但是我們就保留競爭本能 賽跑或者考試考第一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些本能方面 是互相爭奪的 我們想居住本能 我們有一個優秀的地方 因為我們背後所說的自私本能 服從一個什麼原則 試試慢慢給我看看 懂得答的加分 真的很偉大 服從什麼原則 所有的本能 服從一個原則 或者兩個原則可以 生存本能 是生存 還有一個 自私本能 自私本能 本能生命一定是為自我延續而服務的 沒有一個本能生命是生出來裡面 犧牲自己的 犧牲自己一定是要經過一些另外一個 訓練或者一些價值觀念的改變 例如你成為一個驚徒 那你說我要為神犧牲 或者為效法神的方面 效法耶穌的話 我要幫助其他人 你要這樣 但是在你的本能方面 你看看這裡 沒有一種犧牲在這裡 群體的方面 全部都是重要的 性衝動的方面 從另一個角度說 本身就是一種 原作下一代 都是一種優生的方式 攻擊本能 佔有本能 所以每個人其實都是講自私原則 雖然剛才說的小朋友 分餅就是公平 但是如果他不意識到自私 分的人不意識到自己想多些利益 或者被分的人覺得自己的利益被剝削 都是一種自私的反自私 反自私的自私 那也是一種自私本能 而自私本能是什麼 就是求生本能 本能生命就是為了求生 自我延續和延續下一代兩部分 一個是求生機制的一些 會被火燒傷 會縮手 那些這樣的 involentary reaction 那些 就是不需要 專程去記憶 那麼 性本能就是延續下一代 那就解釋了 大概只有兩類本能 一種叫規食本能 一種叫安全本能 安全的本能 包括性本能 因為我延續下一代 可以超越死亡 那用現代的生物來說 孫子的說法當然是 我覺得都是粗陋的 如果加了現代的說法裡面 我們似乎對世界的描述方面豐富一些 有機會加分一下 你三個同學 不錯 好了 到這裏預備說孟子勝算了 待會兒再比較 好